尝试两星期的全职物饮食前 先测量好身体各项指标 亚币慈基之工推动健康挑战活动 不少民众跃跃欲试 21天可以改变饮食习惯 而14天的健康饮食 也能看到身体出现变化 蔬食餐饮业者 乐于鼓励大家一起改变口语 当我们整天来看的时候 看的时候 可能那种菜就会比较 它会在水中会流失很够的营养 所以我们买了台的蒸污 它会把它的营养部锁住在里面 西角曼宴品出菜更香 透过餐盘 不再让吃造成身体负担 我就整个人觉得比较轻 比较轻了一点 我儿子和我家师兄就煎了比较多 就很明显 整个身形都已经萧条下来 平时我是没有什么煮饭 在外面吃得多 外面就是多油 多盐 多糖 吃蔬菜分量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吃得这么辛苦 所以感受就说 就比较轻轻僵了 正确的如素方式才是健康关键 国金业虽然如素多年 却胆固醇过高 这次参与挑战 体检报告惊喜看到改善 参加了14天以后 我觉得很惊喜 最后测试的时候 是我的折瘟医生跟我讲 哇 你这个指数很漂亮 你从7跌到好像是4 已有越来越多 医学报告 见证全植物饮食的力量 只要一个决心 想要健康人生 其实很简单 打开新闻之声明志工 吴永愧 谢念祥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